嘿喲 聊世紀 天野龍不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馬扎爾人 比賽羅馬人 正常比賽是中東盃的比賽 中東盃比賽 雖然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還是有非常多精彩的比賽 等著我們來播報 先來看一下馬扎爾人 這位ACCN 越南高手 選擇的文明是馬扎爾 馬扎爾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斷刀技術 全部都是免費的 到地獄時代三級攻也是馬上免費給 那馬扎爾人算是一個走騎兵路線的文明 那除了騎兵之外 他的重裝馬攻也是遊戲裡面的重裝馬攻 最厲害的一個文明 射程最遠 傷害也是最高的 那馬扎爾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前期快攻交換經濟的方式 因為他本身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只能透過自己的軍事 這個異攻尼歐士用洛馬 盡可能去跟對方換村民 那後期的馬扎爾人 比較算是使用馬攻 配上騎士或是馬扎爾標騎兵 大洛馬這種組成方式去擊潰敵人 那接下來看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建造修理 跟採集資源都5%的加成 那羅馬人的奴炮呢 攻擊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奴炮呢 也可以吃到彈道學 而且奴炮的黃金造價只要30塊 非常的省 那羅馬人的後期主要打法 是打這個軍團兵跟百夫長 這兩個東西呢 算是他的後期主力部隊 奴炮比較偏輔助 那羅馬人的特性呢 是他每點一級護兵防禦死 會獲得兩倍的效果 假如點了一級防 會獲得雙防加二 點了二級防 等於是雙防加四 所以羅馬人在城堡實在的常見兵 是雙防五 非常坦 那軍團兵的話則是雙防六 那不管怎麼講呢 羅馬人的坦度 不管你出手去打 都會有點吃力 OK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決策打法 我想看到 VIPER這邊是打了一個十九村的升級方式 兩邊都沒有這個TC TC閒置喔 但是不知道什麼村民看起來有點太一樣 十九P跟十九P 然後再升級時間差了一點點 OK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邊的一個選擇打法 兩邊 唉唷 這個馬渣爾這邊偷織布啊 難怪我想說他怎麼升級比較快 然後 城鎮中心也沒有繩子 黃金也消耗掉了 因為他是已經預按下去了 所以黃金已經按下去了 那這邊看到馬渣爾呢 果然是打一個洛馬開局 這個開局方式是對這個文明 最有利的一個開局方式 好 那這邊洛馬出門 槍兵也過來 VIPER這邊走的方式 也是走洛馬 那跟馬渣爾的洛馬路線互打 那儘可能的不要跟他打 硬碰硬的 那羅馬這邊的洛馬 儘可能要到對方家裡去騷擾 然後家裡用槍兵防守 是最優秀的方式 那馬渣爾這邊的話 就是洛馬跟槍兵喔 要一直往前衝喔 那如果VIPER的洛馬到自己家裡的話 才需要放一些槍兵在家裡喔 那VIPER這一村可能會被收掉喔 哇 果然被收掉了 沒得逃出去啊 OK ACCN這一波槍兵壓得非常兇 拉了大概快要四隻槍兵到了前線喔 後方兩隻洛馬想要抓村民 但是沒有機會 OK VIPER這邊也是要繼續按 重槍兵 哇 這裡有一村被抓掉 VIPER損失了兩村 這隻村民很殘血啊 一滴血 好 ACCN這邊槍兵數量 已經變少囉 現在算是VIPER 比較更多的 槍兵在家裡防守 那就是馬渣爾對魯馬的一個 比較常見的交換 好 遇到馬渣爾人喔 真是槍兵要按不停 然後還有一些要送到對方家裡 然後自己如果要出肉馬的話 好 千萬不要跟對方硬碰硬 好 是碰不太硬 好 VIPER這邊打一個防守室 打得還不錯 雖然損失了三隻村民 哇 有點多啊 OK 開局損失三村的VIPER 該怎麼繼續打後續的戰鬥呢 好 那看到ACCN這邊是轉出了工兵 那這邊的想法是 開始斷肉嘛 然後轉工兵出來 不要再消費肉量了 然後去升級城堡時代的策略 待會這邊出來的村民喔 全部都要補黃金喔 黃金現在有點不夠 好 這裡拿了一村 OK 現在看到了 非常多的工兵 來到了VIPER家的前線 正前方開始掏起了房子 這裡應該是 有一個洞喔 OK 這裡有危 那沒事 好 看一下這部壓制 這部壓制壓力非常大 VIPER這邊的防守做得很好 一直蓋一直蓋一直蓋 這裡的工兵加上弱馬 不太好解 好 即使VIPER這邊轉 毛兵出來打也不太好打 看對方的 對方這個壓制 就是要跟你打封建一波的 而且你現在在升級時代喔 待會上城堡時代 趕快轉騎士出來喔 就可以了 或是轉奴炮 好 當然ACCN這邊時代升級相當落後 當然VIPER這邊村民喔 直接一個一來一往 從前面到後面喔 這邊村民完全沒有木頭 然後要上藝人喔 去蓋一下這個 採礦地 蓋這個城鎮東西喔 不是採礦地 好 這邊VIPER的選擇呢 是點下了長槍兵的升級 二級防也補了 好 那二級防點下之後呢 待會長槍兵的防禦力喔 會變成四點遠防 那弓兵的話 現在只有一級射 傷害是5滴 所以怎麼打 長槍兵喔 都是一滴血 結果後面這裡突然怎麼蓋起來了 這個 HOLY SH 這個關北獸 關得非常成功啊 雖然ACCN成功讓自己的肉馬 到了出去 但是槍兵的坦度實在太坦 好 優先脫掉這些 工兵 補了幾隻重裝長槍兵 解決剩下的長槍兵 哇 雙防四的長槍兵 坦得要命 而且是在城堡散 OK VIPER這一波不是轉騎士喔 而是用一個槍兵關扁獸的方式 直接把ACCN的兵喔 全部包了起來 包起來打 以前的8加9最喜歡講這句話 把你包起來打 沒想到的VIPER 真的把對手包起來打 太狠太狠 實在是太無情 OK VIPER這邊是轉出了修道院 但沒有轉出工藤七製造所 我們頻道也常常在講 這個時間點 快早下工藤七製造所 會拖到3TC開牢 那VIPER現在已經補下了3TC 再補一個修道院 最後才是補工藤七製造所 那這個流程喔 我也是比較推薦喔 大家就這樣下了 因為如果你太早下工藤七製造所 經濟會被拖太多 如果你是要打防守反擊的話 那肯定是會經濟爆炸的 甚至沒有打出 防守反擊的3TC的價值出來 好這邊工兵稍微反擊一下 但是沒有升級奴兵 但是有二級射囉 射一下槍兵有兩滴血的傷害 好這裡的弩炮趕快按 OK馬扎爾這裡沒有轉騎士 而是轉輕騎兵的升級 黃金有點爆量啦 待會黃金可以拿來買賣 或是待會直接轉大量騎士 或是直接轉馬公路線喔 這是OK的 畢竟現在馬扎爾人的團隊加成 是馬公騎兵 增加這個訓練速度 所以就算是雙射箭場 轉馬公也是轉得很快 OK 這一波弩炮出來 弓兵跟槍兵完全扛不住 這裡要靠輕騎兵去解一下弩炮 待會這邊拉槍兵回來防守 繼續追 給壓力 這波壓力給得非常到位 OK 這一波看起來 現在白扎爾是沒有辦法再繼續往前給壓力了 這樣只能全力防守 可能守在家裡了 但他這個打法是沒有主動權 就是標準的防守反擊策略 當然馬扎爾這邊也是早早就開下了3TC Kaino 可能這裡不會有太大規模的打鬥 減個聖物 小打小鬧 升到地龍時代才會繼續開打 OK 這時候3隻槍兵上去戳了一下 順利戳掉了一隻肉 OK 弩炮加上動槍 欸 結果外婆這邊挖了650石頭 想要往前蓋寶 這波有被看到 但是他往前是要來蓋城堂中心 不是要來蓋寶 欸呀 被juke了 沒有看到石頭 雖然馬扎爾這邊在找石頭 很想說奇怪 這個地圖的石頭到底在哪裡啊 他的石頭可能是在北方了 這裡 哇 還有這裡 這張地圖的石頭真是不太多 有點難找 所以要蓋跟城堂出來也是相對困難 可以看到馬扎爾這邊也是開了4TC 也沒有馬上開石頭 開這個城堂出來 OK 馬扎爾果然轉出了馬攻騎兵 開始要來轉播馬攻策略 白扎爾這邊轉出了前程科技 稍微抗下招想 OK 也點下了神聖思想 好 隊伍有可能會上喔 肉馬要往前了 OK 第一時間肉馬砍到後方的生侶 兩刀一隻 沒有損失想 好 當然長長兵 脫掉了幾隻馬攻還不錯 好 馬扎爾這邊也點下了救贖思想 雖然要轉一個生侶戰 當然羅馬的生侶並不是特別強 所以待會兒去打生侶應該是不會喔 只是暫時的過渡血 要用這個生侶去扛下這個 對方的攻城器 投石車 OK 這邊著想 應該沒機會趕快收到城中心裡 那這樣的防守方式就很好 把對方的駝車逼回去就好 那家裡再補一個攻城器製造所喔 好 上完卜力跟城堡 但不是補在這個位置喔 有點保守 他可能覺得前面已經有人壓寶了 在這邊蓋寶的話可以確定蓋得起來 好 白河這邊是來到了 城堡時代的500肉 但是並沒有開始存錢喔 還在補一些科技 結果是馬扎爾人先點下帝王時代 好 這裡馬公今天往前想要收掉這些生侶 但是只收掉了一隻 哎呀 但是生侶又被放了出來 又被砍掉了一隻 哇 AC 時間這邊手速非常快 白河只剩下兩隻生侶 好 往前前壓 但是後定制跟寶已經快要蓋好 投石車的招翔應該是失敗了 好 馬公直接點掉前面的兩隻生侶 PCCM這邊給的壓力非常大 OK 這裡奴炮串燒很好 但是終於還是怕投石車 奴炮最尷尬的地方在這裡 在羅馬的奴炮非常強 但是遇到投石車 跟大量的騎兵就沒轍了 而且馬扎爾的寶兵呢 這個馬扎爾的標騎兵 打工程器還有額外增傷效果 所以羅馬人實質上 是有點被壓制住的 這場比賽 現在羅馬人打馬扎爾人 比較有效的方式 就是轉百夫長跟軍團兵 那軍團兵會被馬公給風箏 百夫長可以扛線 好 右邊看一下 百夫這邊 被壓回去 有點麻煩 收村 但這張地圖要產出大量城堡 去量產百夫長出來 是相當不容易 那個石頭數量都很少 非常稀少 OK 這幅馬公 還是找到一些東西 馬扎爾已經來到一百三十八村 村民領先約十村左右 等時代落後了大概快要兩分鐘 好 這邊槍兵 送了一些 有點看不太懂兩邊在打什麼 馬扎爾這邊在等城堡時代拖時間 ACCM這邊不趕快打城的中心 再打這個房子 想打出一個破口出來 嗯 很清楚 這邊 ACCM想反手 這邊可能是在等待 重裝馬功成喜 還有反驅功 之類的科技 趕快升上去 現在已經有三級色 化學 6加4 正常的傷害 反驅功跟重裝馬功升級 還沒有點下 這邊可能會先點個重裝馬功 好 頭死車砸一發 哎呀 沒有砸到 好 頭死車砸一發 結果羅馬放棄打冥炮 轉成頭死車 好 砸到第一發 沒有村民來修理 唉唷 這邊先點了安息人戰術 安息人戰術呢 是可以對增加長槍兵的加4點傷害 他對於打這個騎兵 唉唷 舒服 打這個騎兵對決的時候 安息人戰術 要反制槍兵 是最好的選擇 畢竟自己是全部都是騎乘單位 總是要想個辦法 去解決前面的槍兵問題 好 Wipe直接打成信教戰術 生旅戰 直接開打 那 羅馬人的生旅呢 還比較可惜是沒有神聖思想 也沒有一段邪說 招降方面呢 也沒有神權政治 算是不是那麼的強 而且最重要的生旅 互相招降戰的這個一段邪說 羅馬也沒有 所以羅馬人呢 只能單純招降敵方的工程系跟單位 還有這個生旅 那如果要真的打互相招降大戰的話 是有點打太贏的 好 那馬札亞這邊是 直接鬼轉槍兵 而不是 轉馬札亞標旗兵喔 那馬札亞的步兵呢 防禦力只有兩點而已喔 那羅馬這邊是比較慘的 還有這個四點 是馬札亞的兩倍防禦力 好 那羅馬 那馬札亞是轉出了大衝車 大衝車 好這邊往上戳 把它點擊 抽 往前峻去 füh 看起來是 rook不掉了 雖然它這邊上車了 但是就是戦 psychologists 太多了 但是car 這目標的是要打掉劇情投食機 有機會嗎 還差一發 沒有辦法 總之創血 但是下來的槍�斌 劇頭 巨頭 我們這個殘血沒有用牆壁收掉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瑪扎這邊也是轉圖的聖旅開始招牆 但是這裡沒有升級其他東西囉 好 這裡終點下來反驅弓 7加5重裝打工 射傳還有8點 射成最遠的重裝打工 傷害也是極高 跟這個蒙古俗技的傷害是一樣的 好 瑪扎這邊轉出了重型奴砲 重型奴砲搭配工程工程師 增加一點的工程射程 打這些槍兵跟馬功效果都是一級棒啊 照理來講 瑪扎這邊正面是能打得贏的 好 這邊招牆敵方 生旅有可以嗎 有點下這個招牆科技嗎 沒有點 除對思想的那個研法 好 這邊先點下一個啟示思想 增加一下生旅的 減少生旅的CD時間 馬扎這邊補下了工程器製造工程器工程師 還有科維尼安軍隊 這個真的很難練 這個科技點下之後呢 他的寶兵單位 馬扎的標旗兵 就不再需要黃金了 只需要80肉 就可以產生一隻標旗兵出來 然後去打工程器 再增上效果 快速解掉衝車啊 或是一大堆人炮 效果都是非常好 好 這邊來提升騎兵鎧甲 好 投資車可以砸這個一發 哇 要可以貼上來 回頭 預判嗎 哎呀 沒有預判 預判的話可以全部收掉 好 前方從最後再過來 好 艾伯爾點下了專瓦技術 似乎還想要再農一下 ACCM這裡補下了 精銳的升級 招向投資車 完了 哎唷 還好 第一時間回頭 解掉了投資車 ACCM這波太危險了 這個要是砸下去 形態就炸裂了 但是羅馬這裡 直接讓自己的槍兵 上車 得加步 先撞掉一台投資車 下方還有散散投資車 極可為 目標是擊兵 當然有乘客的衝車移動速度實在太快了 順利的衝中掉第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嗎 有 第三台中投 沒了 衝車有乘客的時候 就是這麼的厲害 大家趕快硬轉標旗兵出來 不能再省了 ACCM這邊是想要等三騎馬海出來再轉 所以再不轉真的會暴斃啊 好 大家不要騎兵第一時間是攻擊後方的僧侶 還抽到了一隻 前方的城堡快要夾不住 後方 巨型投資機有工程工程師 OK 應該是有機會修得回來 只有兩台巨型投資機而已 沒有第三台 好 這一波 奴炮大戰 看起來 VIPER是算上了上風 VIPER有聚會嗎 然後特別小心 馬渣人的這邊 馬渣標旗兵的數量開始 慢慢起來了 欸 沒有繼續慘耶 好 這邊找翔 好 一角龍絕出一場 好 投資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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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照下 啊 OK 這邊奴炮被投資車砸掉了幾發 馬渣亞標旗兵開始出來做事 我靠 打奴炮有夠痛 三槍就可以搞定一個奴炮 跟我們的管管不一樣啊 三槍是搞不定的 但是馬渣亞標旗兵 三槍就能搞定 哇 太猛了 馬渣亞標旗兵 勢如破竹啊 瘋狂統爛 剩下少量的奴炮 十三隻 十二台 原來這裡有點尷尬了喔 這裡有點看夾不住 現在羅馬人這邊要趕快產出更多的槍兵喔 唉唷 雙女可能要再按幾隻喔 去防一下對方的投資車 結果大戰看起來 要反對回去 需要再讓一些乘客上車 那這邊讓乘客上車的話 會讓自己的前線槍兵試用過少 而夾不住對方的馬渣 標旗兵 結果ACCM 直接用巨型投資機 砸掉了 VIPER的大量奴炮 VIPER直接打出了GG 看起來VIPER是夾不住 重裝馬弓的威力啊 反驅弓實在太強 這坨反驅弓擊倒了 135隻的單位 太猛了 VIPER這邊奴炮的 極少的單位 然後解掉對方的中投跟巨型投資機 當然效率來說還是有點差喔 用森裡去招牆投資車 又會被馬弓 8點的射程 直接給擊倒的機率也是很高 不管怎麼打 沒有轉出這個百夫掌 就會很難夾住正面 但百夫掌就需要大量城堡 才可以快速量產起來 不管怎麼說 羅馬人這邊的打法 確實是被馬渣爾這個搭配組 有點壓支住的感覺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VIPER 大概輸了8000資源 馬渣爾只贏8000而已 其實真的贏不多 但只有他有7個生我 KD方面則是1.56 KD就上0.64 這把KD真是漂亮 那這把明顯是馬渣爾這邊經濟 有點優勢於羅馬這裡 那VIPER前期的這個伐木區 確實有被掃到 這樣子把所有的伐木工 全部往後派 讓他經濟有受到一點損傷 讓馬渣爾突然反超的跡象 然後其實羅馬人沒有轉出軍團兵 也沒有百夫掌 只能靠槍兵跟奴炮 打起來還是顯得有點機動性不足 跟扛線能力不足的問題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bell 就等於開店 答案